今天是3月19号星期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今天的指数早盘平开 随后指数在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震荡寻底 但是到了2685点支撑位跌破的时候 出现了快速的下跌 那么从而出现了一个短期的底部 所以总体来说 今天指数走出了一个深微的走势 也就是说也是一个反转的走势 从早盘的多空大幅博弈 到空方力量逐渐释放 随后多头拉伸 相对来说 今天题材股的表现比较好 也就是黄线的算术平均法 小盘股表现比较好 那么权重的表现 今天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 包括银行保险量酒等等 那么我们看 指数在这个位置出现触底反弹 这个上方到底是什么压力呢 后期走势又怎么看呢 首先我们切换到这个三日分时图上面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日分时图 那么今天呢 在底部出现一个短期的筑底迹象 上方的压力呢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 两千七百六十点这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上方这个压力位置 那么上方的压力区间呢 总的来说 这一块区间都是压力相对比较大的 因为这一部分区间有很多超级的资金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的离场 短期被套 所以向上动能短期的话 需要比较大的量能才能够提供 那么今天的量能呢 和前面两天量能总体持平啊 也维持在两市成交大概在八千亿左右 那么我们看一下上方有压力 下方呢 目前也形成了支撑 那么未来指数在这里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需要震荡修整一下 然后再选择方向 因为一般情况下 指数在快速下跌下来的时候 往往都需要一定时间来确认底部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日线级别的 日线级别呢 其实这次下跌的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总共大概八个交易日 从三千点直接到达了两千六百多点 出现短期的一个长的下影线 这就类似于星期二的那种下影线走势 所以明天的走势至关重要 如果在明天能够出现一个小阳线 都没有关系 如果继续出阴线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啊 这个反弹是下跌中继 我们看一下 这里如果出一个小阳线 那么短期是好的 如果再次出现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阴线的话 并且再回到两千六百点位置的时候 往往他这个位置啊 就会容易出现恐慌盘 因为在这个过程上 大部分超低的资金啊 都没有获利 因为是总的来说是T加银行型 如果第二天低开的话 则很难获取收益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另外我们切换到三十分钟级别 看一下 三十分钟级别呢 目前啊 这其实就是整个一个四浪下跌 四浪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第四浪又有个反弹 所以每浪几乎啊 每隔一半时间 这个时间跨度啊 也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的跌幅也都差不多的 我们看一下 这里从时间跨度来看啊 这个时间跨度相对来说还长一点 这个时间跨度相对来说 维持的时间都差不多 而且它的跌幅也都差不多 跌到一定程度就反弹 跌到一定程度就反弹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趋势 所以现在后期啊 必须这个把这个趋势打破 怎么样才能算是打破呢 从反弹行情到反转行情形成啊 主要看他能不能过前期的 一个高点位置 也就是前面一个台阶 因为股价要想从下跌趋势 转变成上涨趋势 它就必须向上走一个台阶 然后再跨过 跨过这个台阶 跨过这个台阶 也就是说它的趋势转息才能变化 所以这个台阶是在什么位置啊 在2800点 如果短期没有能够走上2800点的话 还不能形容是反转行情啊 只能算是反弹行情啊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今天啊 涨幅区前的主要是以啊 题材过啊 科技股为代表的半导体啊 电信运营啊 通信设备等这些啊 在前期最早那一波调整啊 创业板当时调整的时候 这些板块出现调整 那么这些板块呢 今天表现比较好 因为调整比较到位嘛 时间长啊 时间跨度也比较长 那么今天呢 证券板块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在反弹当中啊 证券板块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啊 特别是证券板块这一轮调整的幅度 相对来说也比较大 所以呢 这些先调整的板块表现都还不错 另外像新基建等等表现也相对来说比较活跃啊 总体来说今天大部分板块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军涨幅 军涨幅基本上是好的 但是我们看到加权涨幅啊 总体来说表现就相对来说弱一点 也就是说大盘股相对来说弱一点 为什么大盘股弱一点 主要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是北上资金的流出 第二个呢 是在反弹行情当中啊 短期的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少 那么资金少啊就会导致啊 整个资金会选择拉伸小盘股啊 特别是创业版 本身盘子小拉伸的呢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 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啊 像些大盘股拉伸的难度就更大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 下跌比较多的就是保险银行 医疗保健等一些啊 量酒等等这些啊 传统白马股跌幅比较大 呃 加权涨幅呢 跌幅更大 也就是说这块确实有资金流出 啊 有一部分资金调仓到一些题材股 也有一部分北上资金选择流出 所以总体来说啊 现在市场依然属于多空博弈的决断 还没有明显的呃一个哪一方能够走出一个自己的独立趋势 啊 所以在市场短期啊 方向不明朗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板块轮动的操作 以及波乱操作啊 等到行情明朗的时候啊 再进行一个比较大的参与啊 就这就是一个基本情况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大盘 我是盘舍男友 喜欢的话